F东霖表示在9月份合并营收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预估10月份随着中国大陆百货周年庆的到来 应该有机会可以持续维持在高档表现 而且东霖也看好第四季在传统旺季的加持 以及冬季产品单价比较高的带动之下 单季营收表现会有机会比第三季好